距离上次探店巨府的牢已经有两个月了 我上次和大家说过 我买他们家的会员卡 送了二十块钱的代币 马上就要过期了 所以这周五晚上就去他们家用晚餐 我们去的比较早 傍晚五点多 已经有人在这儿等着了 这次我们采三个人 战斗力不行 一共点了五个菜 鲜皮鸭两吃 海黄炒饭 海泽走地鸡 椒盐菊油排 枸杞上汤进豆苗 所有的菜都做得在平均水平之上 鲜皮鸭 鸭皮酥脆 鸣皮很薄 又嚼劲 鸭油斩剑 基本没动就打包了 海黄炒饭 虾鸭鱼籽 海带等等 给料还可 整体味道不错 海泽走地鸡 海泽脆嫩 口味调得不错 微辣爽口 很入味 椒盐菊油排 外边酥脆 里面非常嫩 我个人感觉略咸 豆苗 吃了那么多混菜 这个豆苗让我感觉非常好 汤口非常咸 里面放了火腿 姜 葱 蒜 枸杞 大枣 豆苗非常嫩 脆 咸淡思考 结账后送了三份产后甜点 分别是芒果布丁 杏银小饼 西米露 这些甜点都做得还不错 这些菜用会员卡打折后 加上税和服务费差不多195块 无需另付小费 我们用餐时 银不多 服务尚可 我们离开时 客人开始躲起来 我们点的菜并不多 味道可以 量非常足 根本就吃不完 每个菜都打包回家 第二天午餐也没有吃完 剩下烤鸭斩剑 老婆打算用白菜和豆腐 做一个烤鸭糖 味道美的很 我想吐槽的是 这个量也太大了 能不能把量少给一点 价格便宜一点 可以让我多点几个菜 不要像这样五个菜 三个人可以吃上两顿 每人喜欢吃一顿 馋更冷质 你们觉得呢 请留言分享